刘培约的英文教室一次多译篇第56期 Copy Copy呢我们就是说复制 拷贝 这个很简单 尤其电脑啦 Copy and Paste 贴上去 可是呢它也是可以抄袭啊 抄袭跟复制又不一样啊 复制没有什么违法不违法 当然有时候也违法就违法复制 就一般我们只是说单纯的 复制贴上 可是抄袭呢就是违规啊 违法啊 违规 所以Copy也是抄袭 考试抄袭 跟复制又不太一样 那Cover呢 Cover意思好多啊 一般我们讲的包括什么什么东西 它也可以是采访新闻啊 它也可以是幌子啊 一个幌子 那张台给翻唱 现在流行的讲翻唱 翻唱就用Cover 人家很多人都讲 一翻唱 把一首歌呢改编一下 就是重新唱 可是你要改一下吗 这个你完全不改的话 你要说唱老歌要老歌新唱 那你老歌原唱 老歌就唱 那就没什么意思啊 就是离不开原唱者那个味道 所以喜欢翻唱 把曲子变一变 音符变一变 就Cover 所以它也是Cover 所以你说下次翻唱 老歌新唱就用Cover 那Embruder 就刺绣 Embruder 刺绣 那它也是渲染啊 也是渲染 你说刺绣跟渲染 常很多渲染是很绚丽 很漂亮啊 可是有的时候 语言就这样 刺绣漂亮过头了 就变夸张了 太花了 太花俏了 渲染呢 它慢慢有这个意思 漂亮过头了 就像有人说 你漂亮 美如天仙啊 可是有时候又另外一种负面讲 你漂亮过头了吗 跟假人一样 那真的也没那么漂亮 to good to be true 太好了 一直像是假的 就它就变渲染的意思动词 那Engage 接触啊 也可以订婚啊 可是战争的时候呢 Engage 你看很多海报部队啊 你看那个电影电视啊 很多Engage Engage 交战 或者Man Down Man Down 人躺下来了 就是人挂了 几乎是挂了 或者至少是重伤了 人挂了 Man Down Man Down Engage 交战 所以现在有很多字 都很新 所以我们就在慢慢 把这些字讲出来 就跟你平常的意思 就不太一样 Esser Esser 他说我们中情局的Esser 他说我们中情局资产 人怎么是资产的 现名 所以很多字就用的不一样 所以你看很多 外国局 搞不懂啊 接触 怎么变交战呢 Esser 资产怎么变现名呢 人躺下来 什么叫人挂掉了 还有Drum Drum 黄蜂啊 黄蜂啊 怎么说 我们派黄蜂过去 红炸底 黄蜂会炸吗 他那么小 能带炸的 不是无人机 这种字很多 它变交战 还有 像Function 本来是功能 它变机会 你看功能跟机会 差很多 等等 这个 现在有五个YouTube频道 都是个人几十年的研究心得 比如说 Copy Steal someone else waiting word 偷了其他人 某些人的 写出来的一些东西 就抄袭吗 论文抄袭吗 其实这个论文抄袭 全世界都 差不多都有了 一般人抄袭就算了 也没什么了不起 新闻不会 名人 台湾也是名人 有名的 不得了的人 抄袭 真假难辨 但是很多人认为 真的抄袭了 不然拿不出来 是不是 Steal someone else's written work He was caught copying answers from others in the exam 他被抓了 Being caught What's caught What's caught Copy answers 复制 答案 复制答案 就抄袭嘛 就抄袭嘛 那你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考试作弊 被老师抓了 老师说 哎 我报告 我去找那个讯导主任 你这个学生怎么这样 怎么可以抄袭 学生说 没有啊 我是复制啊 我是复制贴上啊 就像电脑一样 老师说 不要掰了 抓起来打一顿 讲假话 关三天 复制答案 考试的时候 复制答案 就抄袭了 偷看人家 复制啊 from others in the exam He was caught copying answers from others in the exam Cover翻唱 to make a recording of his song 就是 去录一段歌 or tune 或者旋律 That has already been recorded by someone else 这边可以加 like previously 已经 被人家先 先录了 那你就是 重新录制 那当然 这解释 没有讲那么清楚 通常就是 重新录制 通常就是 会改编一点 不然你完全一样 没有什么意思 to make a recording of sound or tune that has already been recorded by someone else 当然你说 我就是完全一样 每个音符都不动 算不算 也算 当然也算了 可是了无新意 many singers like to cover famous songs and their performances 许多歌手 喜欢在演唱的时候 翻唱名歌 对不对 这首歌很俊勇啊 很好听 可是我唱完全一样 就说 没有意思嘛 重唱一遍 你唱得过原来的吗 原来的很有味道 就那歌 不 慢慢听 刚开始一样 后来就变了 观众 有意思啊 有变化 所以人都这样子嘛 就像人一样 你穿不同的衣服 不然女人 穿同一件衣服 老公怨烦死了 男朋友 觉得了无新意 这个女孩子 三天两头 换不同的衣服 化妆化 不同的形式 所以人要有变化 就是翻唱就有变化 many singers like to cover famous songs in their performances emboy的 渲染不再是刺绣 to make your story more entertaining 就让一个故事呢 更加的有趣味性 更好听 更有意思 用什么呢 by adding imaginary details to it 再加一些的幻想的 想象的 可是缺点呢 不真啊 这个 这个加上一些幻想就假了 可是好听啊 就像三国演义 他如果完全照那个三国志来写的话 就是大家都不看啊 罗冠中这个 这个三国演义 就 观众少一半啊 这个读者少一半啊 他就一定要写嘛 这草船借鉴 哪有草船借鉴啊 没有什么草船借鉴的 还有明明是那个周瑜 这个东吴打赢的 硬是白神的 没有孔明 没有 刘备的话打不赢 这个 这是很多白衣的 渲染了 渲染过头了 把孔明讲成什么 多厉害 没那么厉害 啊 to make a story more entertaining 再加一个 that 或什么 关系代名词 Don't believe every word Alex said it lies to embroidered effects 不要相信埃利克的鬼话 他讲话一下很夸张 讲话至少打 打五折 打对折 Engage to attack or begin to fight someone 就开始去攻击 人家就交战 打战啊 打仗 打战 to attack or begin to fight someone 两边接触了 交战了 The general ordered his soldiers not to engage enemy 将军命令军人呢 不准与敌方交战 所以这个 民国二十几年 二十四五年 二十五六年 那个时候 日本清华 卢沟桥事变 哇 东北少帅 张学良准备 下令士兵 对干啊 这个 侵犯 侵犯我 家乡 虽远必诛啊 他是 那时候的 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 副总司令 叫总司令 讲中一个命令 将军命令 他的副总司令 不准交战 不准跟 日本人交战 哇 哭啦 所以老百姓 也不原谅他啦 所以他干了要死 干老奖 干了要死 最后就搞一个 受不了啦 就搞个西安事变 The general order his soldiers not engage to engage the enemy function 除了是功能 也是机会 as a social event 一个社交的一个活动 Or the official ceremony 或者一个很正式的 官方的一个典礼 总的就是正式的机会 所以这个 我们就只是举个例子 写机会 你讲圣典 庆典 很庄重的什么机会 宴会什么的 随便都可以 所以我们对职举例 所以有时候 字典你看什么意思 你知道意思就好 就是那你也可以用别的字 所以我们最忌讳说 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讲法 不是这个讲法 就是错 你跟我小马 不要就错 我看了字典是这样讲的 你讲的跟字典 虽然意思很像 可是跟他不一样就错 就是人最怕先入为主 或者说 我儿子是全世界 最听话的儿子 那就完蛋了 那全世界起司议员 为什么是你儿子最听话的 我儿子最孝顺 全家最孝顺 完了 这个做母亲的 就很麻烦了 Social Event Or Official Ceremony Son Richman Attended Charity Sanction 其实有一些有钱人 富人 参加一个慈善的 慈善的一个聚会 干嘛呢 In Ado 就是要帮助 Medical Research 要职注 大家出钱 有钱出钱出力 职注这个医学的 这个研究 所以这个2020新外肺炎 全世界有钱人 尤其是那个药厂 各大药厂 全世界排名 二三十药厂 全部都开始研发 有些人就投资 我投资你 我们赶快制造疫苗 Son Richman Attended Charity Sanction In Ado Medical Research 这个五个YouTube频道 大家有空的时候看一看 那我们把这例句念一下 就是熟悉一下 一次多译 我们说Copy也可以是抄袭 不见得是复制 He was caught copying the answers from others in the exam He was caught copying the answers from others in the exam 翻唱 这个字很好用 Men and singers like to cover famous songs in their performances 因为它有很多场表演 所以英文常常都叫S Men and singers like to cover famous songs in their performances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很麻烦 英文你看 它就是很多S 名词几乎只要可数 都加S 英文句子一道对S 一道对Th1 它没办法嘛 它就讲一个 定冠词 讲一个特定的东西 就加Th1 所以英文叫Th1最多 加S最多 Emboided 渲染 Don't believe every word Alex said It likes to embroider the facts 都是S 一道对S 一道对S 一道对Th1 然后用过去是 当然很多老外喜欢用 现在完成式 因为它是更活 从过去到现在 都是这样 Don't believe every word Alex said He likes to embroider the facts 交战 Engage 不再是订婚 或者是接触 The general order his soldiers not to engage the enemy 我们要念The 贴起一地 因为这个是母婴 不要念The enemy The general order his soldiers not to engage the enemy Function 集会 庆祝会 圣典 仪式 都可以 Some rich men attained the charity function and aid of medical research Some rich men attained the charity function and aid of medical research 所以我们念英文 不管是讲 还是在念文章 或者是记者播报 就是快归快 慢归慢 都可以 发音清楚 第二个断句 一定要哪里断一下 没有人说 就算老外念很快 他也没有说 一个讲一大堆都不断 第一个很累 第二个人听不懂 不好听 所以一定要断句 那我们讲中文也是 该断的时候 断一下 比如我们说 一些夫人 停一下 参加一个慈善集会 以集资 促进医学研究 所以你看那个大官 讲话很慢 慢的钥匙 讲两三个字就断一下 讲几个字就断一下 也不是他讲不快 而说他要把这个字 讲得很清楚 这个意思 这一集讲到这里